变难医就凭你 别想跟我争云家的仇 做梦 爸妈是不舍得让我嫁给那个疯子 早把你找回来 你说话呀 现在怎么不说了啊 我是不会反过 你们这对 结果你有死 无人的无恶 还云家一点好处都没捞到 爸妈很生气呢 老婆快处理她 等我们祝国晚餐 为什么 明明我才是云家的亲生女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变难医 北韩 他怎么来了 他怎么不是犬子 变难医 我不许你死 叶依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只要你能醒过来 哪怕你让我死都醒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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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依 是不是他们认你不高兴了 我帮你报仇 好不好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都是一新鲜的主意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了 网顾 六 四 这是 四 我要带你去最安静的地方 再也别人打扰我们 你害怕 我马上就来陪你 如果一切能从头开始 我们不会是这样悲惨的结局 我没死 我怎么在云家 好你个小子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还在这装傻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想嫁到利家 竟然把你妹妹追到水池里 你怎么这么歹毒呀 妈 你也别生气 贫敏库里捡回来的玩意就这样 养不熟的白眼了 他们还是这样 明明我才是他的亲生女儿 但总会不分缘由的护着云心心 真是可笑 你还信心的是 家里可以不与你计较 但是我希望你 别再令我们失望 利家的婚事 是你爷爷留下来的 信心深信 你作为我们云家的亲生女儿 你赢你嫁过去 哪怕那个传闻中的男人 又老又丑 身体残疾脾气暴躁 还喜怒无常 家里让你作为云家的大小姐出嫁 你不感恩乃德也就算了 还挑三拣四 你不要真的以为你 好 我家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我要跟云家 断绝关系 从今往后 我叶南依 与你们再无瓜葛 叶南依 你要想好了 你舍得离开云家 带给你的荣华富贵吗 你要是走了 可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就问你们答不答应 可以 好 我这就走 姐姐 你真的要走吗 虽然爸爸妈妈最爱我 但他们也很爱你 我知道 所以这一次 我打算让整个云家 和你一起消失 丽北韩 我回来了 这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和你在一起 叶小姐 我帮你拿行李 好 谢谢啊 有吃的吗 都给你备好了 这边 这 这就是你们给我准备的 你回来的这么晚 竹房就这么点东西了 能给你吃已经很不错了 你说什么 听不懂人话是吗 谁给你的权利 这么给我讲话 你问你是谁 你敢打我 救命 救命 既然你们先生娶了我 那从今天起 我就是唐原的女主人 我是先生的玩物 我怕了 怕女主人 我呸 你再说一遍 你就是个玩物 他这么说话 你同意吗 在唐原动手 谁给你的权利 先生 您看他 竟然敢在唐原 这么欺负我 这不是对您的不敬吗 是吗 有我给你撑腰 还有你亲自的 拿去埋了 是 不 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放过我吗 不要 我有话要对你说 说 我要 嫁给你 心甘情愿 嫁给我这个残废 我如果说 我不是心甘情愿 你会放过我吗 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都在背地里 交服你 你如果敢逃 我会杀了你 我不会逃的 上辈子杀法 果断的和阎王 却为我训了情 对不起 丽北安 这辈子我会好好和你在一起 你不怕我 不怕 你 你这女人 手不想要 你明明能站起来 却装战不起来 为什么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 不怕我杀了你吗 丽北安 我希望从今往后 你在我面前不要伪装 因为我永远不会背叛你 伤害你 龙牙俐齿 你如果敢背叛我 我会亲自打断你的双腿 哪怕最后邻居尸体在身边 尸体也得刻上我丽北安的名准 原话凤华 你也只能是我的 行什么 我喜欢你 收着 我丽北寒的女人 要担起丽太太的门面 老公 小姐 后面是打折去 别乱碰 什么 这件衣服 可是要八十万 买不起 别碰 真的 特别适合你 姐姐 这么巧啊 怎么哪都能碰见你 真晦气 不是 你知道这店最低的消费 都要上百万吗 你哪来得起 哥 你别这么说 说不定 夫妻母亲 接济他了呢 我去哪是我的自由 还有 云欣欣 你一个小明星 这么讲话 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会怎么看你 女少 云小姐 你们能来 本家真是 彭壁生辉 你怎么还在这 你想的云上 和云小姐的心情 你担当得起吗 滚 哪些衣服是打折的 打不打折 你买得起吗 姐姐 你净身出户也不容易 要是真看上 哪件打折商品 我送你一件 也不是不行啊 哎 谢谢 你还是太善良了 这种从贫民窟出来的 怎么配穿这的衣服 你们店就是这种 代客之道 云上说的对 我们只接待 能买得起的客户 总不能什么乞丐 都接待一下吧 是吗 那如果我说 除了打折的衣服 所有原价商品 都拿一件S码的 给我包起来呢 S码 还全部打破 你连打折商品 都买不起 你还想买原价的 不会想赖上 我们原价 给你买单吧 我记得 你们店是会员 知道吧 新到的衣服 必须得是会员 才能试吧 是的 云小姐 我们是有这规则 没听见 云小姐说的吗 没钱 就别在这装酷 你连试的资格都没有 赶紧滚 会员卡我是没有 不过 我有这张卡 怎么可能 这不是至少 损款百亿的黑卡吗 你怎么可能要 你忘了 我有一个有钱老公啊 还是你让给我的 不是吗 那个残废就是个变态 怎么可能会给你这个 花钱 别想拿个假冒的黑卡 在这儿骗人 这种带金镖的 全世界只有三张 连我都没见过 那就刷一下看看了 拿去试 看你一会儿还怎么嘴 那如果那张卡是真的 你怎么办 怎么 请问这张卡的主人是谁 就是他 拿个假冒的黑卡 在这儿招摇撞骗 小姐 您刚才在我们店里 消费了一亿元 我们现在 立刻马上给您打包 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他买不起的吗 我没有 叶小姐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跟我计较 坏账东西 叶小姐 您买的衣服实在太短了 要不您留下地址 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那就帮我送到唐园吧 经理 把你们店里 压箱底卖不出去的衣服 找出来两件 送给我妹妹 当小废 姐姐 我不是 闭嘴 想你了 你打算 穿这个陪我参加拍卖会 这还不是 要担起丽太太的门面 你在玩火 这个火 不能跟你玩吗 玩出火了 怎么办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今晚的拍卖会 看上什么就跟我说 谢谢傅哥哥 怎么 看见你情人了 仇人还差不多 今夜星光灿了 今夜群星闪耀 欢迎各位来到 鸡胖文化拍卖之夜 今晚的顶级拍品 就是这件 日记少女金丝旗袍 星星喜欢这个吗 那我拍下来送给你 这件华国风元素的 金丝旗袍 起拍价 一百万 八百万 八百万一次 八百万两次 两千万 两千万一次 两千万两次 两千万三次 成交 我先适配 叶南医 他身边那个 就是唐原的主人吧 怎么可能有钱 还这么涮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见见他 今晚的拍卖会 到此结束 精彩的酒会 马上开始 刚才的拍片 你喜欢吗 你是拍下来 送给我的 不然呢 你是我的女人 谢谢 我很喜欢 还是先不要告诉她 这条旗袍 是我设计的吧 我们回家吧 流氓 你不是说 看我的表现吗 我 我失陪一下 这位先生 你就是唐原的主人吧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我可是明星 在生意上 对你的帮助 肯定比姐姐强多了 身份上 也能比得上她 区区一个戏子 也配得上她 云家家势不弱 父亲母亲对我 丑爱有加 可不是姐姐能比的 再说了 难道 你对眼前看到的我 不满意吗 你倒是能来恶心了 要不是因为你姐姐 也许 林管家 把她给我丢到水池里 袭袭身上的波 是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可是云家大小姐 你放开我 明明做好把自己 交给她的准备了 怎么还会脸红 真没出息 看见我们的女儿了吧 她现在过得挺好 你就放心吧 这个声音 是云剑洞 当年 我没能力 才把她留给你 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我知道 我也不会委屈你 你放心 过不了一段时间呀 咱们一家三口 就能团聚的 云剑洞还有个女儿 难道是 干嘛呢 这么久没回来 我这才出去多久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出来找我了 北韩 你能不能帮我找人 盯一下云剑洞的血迹 我发现了他一点小命 放心 林管家不想来的 于静啊于静 要是你知道你疼爱了 二十年的女儿 是云剑洞的私生 你会怎么想呢 叶拿一 你发现了什么事 居然敢在晚宴上 把星星推到水池里 现在立刻给我滚回来 天哪 云星星掉水池里了 还有这种好事 赶紧给我滚回来 不然我亲自去刷你 正愁没有机会 据云家搜集证据 别跪下 妈 你别生气了 你不要打姐姐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姐姐她也不是故意的 你 赶紧替星星澄清一下 就说昨天晚上 被推进水池里的人是你 星星是大明星 怎么会跟那些丑闻战鞭呢 你说是我把你推下水的 我 姐姐你别这样 我害怕 你 你这是要把星星逼死是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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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看你把妈气的 你先上楼休息吧 在这儿又活着 星星总能让你害死 我不会让你再害星星了 我也是你们的亲人 为什么你永远站在 芸汐心那边 我看谁 我看谁敢 姨姨 姨姨 姨姨你惊醒 姨姨 还要是醒不过来 我让你们所有人 给她培葬 太好了 姨姨 你没有抛下我 我怎么能死呢 我还没有跟你过勾这辈子 你这个 你没死在这儿装什么装 你还敢背着唐园那位 把这个片头带到我们云家里 你们云家人都活腻歪了 你此刻要给他们求情 我跟他们的仇 我要亲自来 姐姐 云家把你从冰冰窟接回来 给你一口饭吃 应该敢安戴得才对啊 云姨姨 你们刚刚可是要杀死我 我们就是想给你个教训 他们我可以留给你慢慢掌握 但今天这个仇 必须报 没事没事 你这个 还想跟我算账 告诉云建东 律师和云士的合作 全部取消 原因吗 问他的好女人 我们跟律师合作 关你这个残废什么事 有没有可能 他就是历总 唐园的主人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 那唐园的主人 是个又老又老残废 哥 真别说了 历总 都是误会 他要是历总 我就是历史他祖宗 欣欣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和历史的合作 全部被取消了 您真是历总 我说了 你不信 历总 历总来到我们云甲 真是蓬毙生辉呀 你们两个存货 到底做了什么 立马给历总道歉 历 历总 都怪我的女儿年纪小 不懂事 您看 您女儿可是要杀我夫人 你说我呢 云碰 历总 方才是我跟妹妹不对 历史的合作 对我们云家来说非常重要 您能不能高抬贵少 我历北寒说的话 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 你们好自为之 历 历总 好在沉乱拿到了云兮兴的头发 接着就要等测验结果了 你怎么不穿衣服 别忘了 这里是我的家 我想穿什么 就穿什么 倒是你 在害羞什么 你现在是历太太 该履行你的义务 今天 多谢你及时来救场 知道就好 以后去哪里 都要向我汇报 遵命 老公 是这么早 喂 林管家 云建东 带着他的情人去酒店了 好 你告诉北韩医生 我亲自去一趟 郁静 送给你的这份大礼 你可一定要接受啊 这边晚点再弄 你先去打扫一下总统客房 好 历被害羞 他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弟弟 那件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就趁他往下跳了 很好 我倒要看看 这个 这次还怎么躲得过去 谁在那 出去出去 这里不需要拿走 不好意思 我这就走 等会儿 再带瓶红酒过来 好的先生 喂 李北韩 你最近小心一点 有一个自称是你哥哥的人 要对付你 我知道 你知道 你都报备了 我能不派人跟着你吗 那你上点心 你可不能让我手活挂 你等着 哦 你不过就是贫民库里出来的野丫头 我们家里随便一个甜点 订你一年的生活费 吃得起吗你 我买下你这家店都不成问题 可惜我看不上你 叶南依 你什么档次吃我们周家的甜品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周家的餐厅 不欢迎你这种穷人 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 周海洋 你的女儿好大的脾气 爸 爸爸你怎么来了 我要连的东西 听听你刚才说的话 今天要不是陪利少兰 我都不知道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在外面会这样败坏自家餐厅的声誉 爸 是这个 大吉普仙仙 我是在听仙仙出气 周海洋 如果连你的女儿你都不会管的话 我不介意听你管 李总 被欺负的人都不出头露面 要你帮他出头露面 你这个美脑子的春东西 李总 从今后 您和太太在这里的一切消费 通通免单 改日 我再带着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去唐原 向您道歉 嗯 怎么 你又想被扔进水里泡一泡吗 李总说笑了 我马上走 你是来给我撑场子的 当然 来抓我们李太太回家领赏 小叶子啊 自己的店 开业第一天就迟到啊 多怪李北韩 害我丢脸 芸芸 不好意思了 你先去休息 我来接手 这好像是最近很火的 那个日记寿女啊 刚好我给芸芸 买件漂亮的旗袍 你好 哎呀 这 这不是于太太您的女儿吗 怎么 是不是家里给的零花钱 不够花呀 叶南依 你害得云家丢合同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的 你今天又在这里给我丢人 哎 余太太 我已经和云家没有关系了 我丢不丢人 和你有关系吗 你这个白眼狼 你看我今天怎么就是你 你以前仗着是我吗 对我非打击吗 你以为现在我还会惯着你吗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是吧 你快给我帮忙了 你闭嘴 早知道你是我吗 我宁可多投胎几次 滚 干嘛 我告诉你 叶南依 你个钱杀的祸害 你个不孝女 又叶南依 看来 我们丽太太的心情不是一般的差 丽北寒 怎么样 心情好点吗 这样就哄好了 莉太太 你也太好哄了吧 好哄不好吗 当然了 这样我会少很多乐趣的 欢迎光临 随便 随便看看 乖一点 你别出来 你干嘛 老板 这件旗袍多少钱 啊 来了 下次在外面 不许这样 那就回丽家 我不是养不起你吗 那不一样 丽北寒 这个店 是奶奶留给我的梦想 我得守护好她 好了 我知道了 等会儿 差点忘了这事 怎么了 上一世 宋安旭靠着 剽谦奶奶的设计 把云星星捧上神坛 重来一次 我要他们站得多高 摔得就有多惨 你要参加富士投资的 服装比赛 干掉敌人的时候 还有比在他身边 更好的欣赏位置吗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最喜欢 你这个样子 知道啊 配你吗 放心去吧 如果结果 没能让你满意的话 我会先让富士破产 说不定还没出结果 云家就消失了呢 你呀 什么时候才能 学会依靠别人 现在 姐姐 真的是你啊 我刚刚听小雪 说起搭档名字的时候 还以为是同名呢 这位 就是你的姐姐 她就是我姐姐 姐姐 要不然 你还是换个搭档吧 你没什么名气 实力也 还是别耽误人家小雪 能上这档节目的人 不都得有点实力吗 你这个姐姐 不会是靠爬床要来的名额吧 说起没实力 还有名额的 不就是二位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你 不是 敢在这档节目里边闹事 你胆子不小啊 误会 是姐姐先打了小雪 小雪在动手的 好久不见啊 小椰子 依旧这么活了 停 别这么叫我 真恶心 哎 走啊 什么 苏老师 您在开什么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了 哼 怎么 非得让我联系 你背后那种精准 才会离开 你给我挡着 苏安雪竟然会帮叶南医 这来 无非是她的拼头 小椰子 这万人都千里干净了 怎么单独去聊聊呢 看来这个苏安雪是一头热 这下有意思吗 直接说吧 苏安雪 找我什么目的 我呢 现在是 既有名 又有话语权 只要你肯跟我合作 我可以给你一些钱 还有权利 怎么样 不管过多久 这个男人果然还是这副军衣 上一次他就这样 明明抢了别人的东西 还只够起啊 雪总 放开我 雪总 我已经把我的设计图给你了 这个花策 是我奶奶留给我唯一的衣物 求求求你还给我 想要啊 可以啊 给我柜子 柜了我满意 我就给你 反正已经用完了 我现在 这给你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你拿着我奶奶的画策 才有今天的成就 怎么了 江郎才进了 你别这么跟我说话 好啊 那你把画策还我 哎呀 天南医 你以为 没有了我的帮助 你会在这档节目里边 逃到好处吗 你温胁我 你想拿我奶奶 和我的设计图再出名 我送你两个字 做梦 你 我告诉你 第一 把画策还给我 还有 你欠我的 我要你千倍 万倍的还回来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是抬举的东西 看来 我的好姐姐 数低不少啊 那么 宋先生 有兴趣 跟我一起喝醉 每位设计师 搭档一位模特 设计师设计好的旗袍 将由模特穿着展示 最终根据观众评分 淘汰设计师和模特 维泽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 现在大家自愿 进行搭档分组 叶南医师吧 要是没人愿意和你组队 你就回家去吧 雕虫想起 以为这样就能够 我 我跟他吧 好了 今天 谢谢沐小姐 替我解围 我看过你的作品 若是被埋没 就太可惜了 沐子晴 圈内唯一能 与云星星抗衡的人 上辈子被云星星陷害 偷睡漏睡 遭到了封杀 共同的敌人 就是朋友 沐小姐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了沐小姐 最近注意一下身边的人 有点不安分 建议你查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身边有人不安分 因为我是云星星的姐姐 关系不好的那种 为了这个破比赛 你冷漏了很久 是不是应该补偿我一下 等参加完比赛 我一定补偿 赛制安排得这么苛刻 是生怕你不往陷阱里跳啊 这倒是陷阱 就是不知道 是谁设计的 老公 你帮我弄一样东西呗 不好意思 历史不接受口头预定 看来丽总是想跟我谈条件啊 丽太太 男一 你怎么了 这个摄像头好像有问题 我看看 要不要给PD说一下 已经修好了 对了 你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都处理好了 多亏了你 小事 只要能赢了云欣欣 这都不算事 你放心 我会小心的 不会让她爬到我头上的 姐姐怎么这样说人家 亏人家还想在比赛开始之前 替你们加加油呢 云欣欣 我劝你收起你那白莲花的模样 我们可不吃这一套 真同行你们的异想天开 这次比赛之后 别人提起我 就会想起 我是国内知名设计师 宋安旭的妈的 而你们 将永远被我踩在脚下 云欣欣 你也太自信了吧 游戏还没开始呢 本次比赛需要各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完成设计图 制成成衣由各位的搭档进行演示 室内有摄像头 会杜绝一切作弊行为 如果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那么比赛开始 麻烦老板了 好 谢谢 怎么样 搞好了吗 不料明天送到就能开工 那好 我们去吃饭 小姐 都处理好了 很好 那就给姐姐送过去吧 她一定会 很清晰的 太好了 一定是无料送到了 一定是云欣欣干的 我这就找她算账 不用了 还不及 那怎么办 没事 我提前准备好了一些布料 就云欣欣这点手段 根本不够看的 我们赶紧完成成衣吧 好 欢迎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来自国际时尚界 米诺大师的到来 现在 就让我们进入展示环节吧 首先 是 我们宋安徐老师的作品 没事 你一会儿就大大方方地 站在她身边 剩下的交给我 谢谢 我信你 哇 这也太漂亮了 跟民国时期的军阀太太一样 不愧是宋老师的射险 赢了 有请 叶拿一的作品 请问一下 你别上了啊 叶小姐 不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宋老师 你说 这是你设计的 当然 叶小姐 我一直很欣赏 可是没想到你竟然 姐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 要是爸妈知道了 叶小姐 请你做出解释 否则 我们将取向的参赛资格 宋老师 你说 这是你设计的 那你就向大家讲一讲 你的设计理念 当然可以 我设计的这款旗袍 名叫彼岸 是为怀念故人 错 你连抄都抄不明白 你以为我在图纸上 写上彼岸两个字 就是它的名字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真正的设计 宋安旭 好好瞧瞧 你没抄明白的是什么 这件旗袍 定格时空的经验 途经岁月 有短变长 相伴一生 所以这件旗袍 真正的名字 叫鬼暗光屋 我想起爱你了 一时 国际服装 世纪大赛上 获得第一名的那个花人 这根本就不可能 当年的比赛 我也参加了 根本就没有他 你连前巫师都没进去 当然没见过他 是他就对了 只有他才有可能 设计出这样的作品 谁敢说抄袭 抄袭的人就是你 才对 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证据 宋老师 我有证据 你要不要看看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会 这居然是抄袭的 不知道宋老师 对这个满不满意 可能 对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这是何城 这是黑幕 黑幕 既然你们还不承认 那就报警吧 不能报警 你说句话呀 你报警咱们都完了 也难以 是故意挖的坑 让我跳对不对 这个结局不是你们 给我设计的吗 你知道我想什么 算你狠 你想要的东西 在你公司里 你想要的话 自己去拿吧 你的确是知名设计师 宋安蓄的萌子 不过 不是名字的姓氏 而是遗争外 越南依 你等着 这辈子 总算没有辜负奶奶的期望 奶奶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经营日记少女店的 什么情况 今天是你生日 还找回来奶奶的遗物 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吗 奶奶 你看到了吗 我有家人 给我过生日了 许个愿吧 无论什么 我都会为你实现 远离北韩 此生无忧 叶南依 我欠你一个正式的救护 你愿意 嫁给我吗 下班一生 我走到了 我愿意 我愿意 大少爷从小山沾海味吃惯了 吃不惯我这蛋糕 是不是 你少业于我 在母亲去世后 我还在贫民库流浪一段时间 真的 我不见 当时 我身无分文 在贫民库和流浪狗抢似的 要不是有个小家伙帮了我 估计 你现在都见不到我了 贫民库的恶狗 那么凶 谁这么厉害敢帮你啊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只记得 他去垃圾场找了一块面包 还把没发明的那块面包给我 后来 我们既然巧合下分开了 但我一直在找他 找了十五年 那你 找到他了吗 找到了 虽然 他没有认出我 但却成了我的妻子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就不怕 他一直没认出你 把你弄丢了吗 不会的 无论一难一到哪 我都会跟着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没想到 这一天这么快就到了 上一世这个宴会上 害得我和北韩的朋友 更加深 我在这宴会上吃得苦 这一世 我要你原心心 一点一点地还回来 你看我干嘛 你今天真好看 我先去那边招待一下 等会儿再来找你 你先忙你的 姐姐 你怎么来了 这个 就是拍卖会上 那件裙子吧 姐姐你还真是受宠 姐姐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手滑 你不会怪我吧 妹妹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单小了 敢吓唬 对啊 吓唬你怎么了 你还 谢谢 你没事吧 叶南一啊 干什么 这房子 我刚刚看姐姐 一个人在这 想过来打个招 她竟然有酒泼我 叶南一啊 你敢这么对心心 敢打我的人 副总 你的手是不想要了吗 立总 叶南一 什么时候成了您的人 我想跟你说来着 可是没来得及 要么道歉 要么立氏和副氏的合作 全部取消 副总选一个吧 立总 小姐妹吵架而已 没必要上升到 生意上面吧 副总刚刚要打我的时候 可没说我们两个 是小姐妹 叶南一 男人说话你少插嘴 叶南一 你算什么 前面打你 是因为你对我动手 这一巴掌 就是我仗势欺人了 李北韩 你真以为这个夜会上 没人动得了你吗 是 发生什么事了 是谁敢在我的酒会上闹事 沈夫人 这两位在您的酒会上 对其他并可不尊重 您看 是啊 沈夫人 他立家在都城势力再大 您到底才是都城的里头人 他如此不把您放在眼里 实在是太不尊敬了 这种人 就应该从都城滚出去 我的酒会 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沈夫人 是我愉悦了 您的酒会 当然是由您亲自处理 你是谁 沈夫人你好 我叫叶南一 叶南一啊 我总算见到你了 我特别喜欢你们店里的旗袍 我身上穿的这件 就是你们店里高定 谢谢沈夫人一直以来的支持 夫人 这叶南一在您的酒会上打了人 您又何必对他这么亲戚 你就是抄袭南一作品的那个男兴吧 我可不记得 我什么时候邀请过你这种人 沈夫人 您误会了 欣欣是我的女伴 既然是你带来的人 你最好把她给我看好 女人说话的时候 男人少插死 南一啊 你先去VIP室休息一下 谢谢沈夫人 叶南一竟然能得到沈夫人的请 没关系 很快我就让你成为这个宴会最大的笑评 叶小姐 这是沈夫人让我给您送来的 谢谢啊 沈夫人让送的 时间差不多了 丽总 刚刚我看姐姐离开的时候 好像有点不舒服 你要不要去看看呀 南一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既然云小姐这么担心我家夫人 不如跟我一起去看看 好啊 那我推你 不必 我先遭 哼 看你一会儿还能不能这么淡定 南一 你们在干什么 姐姐 你怎么可以背着李总偷人呢 叶南一 不许我碰到是对别的男人热情的很啊 一会儿我就把那个男人埋了 李管家 到 把夫人给我带回去 关起来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放出来 是 北韩 北韩我没有 我没有背叛你 北韩你相信我 北韩 北韩 北韩我没有 我没有背叛你 北韩你相信我 北韩 夫君豪 你在干什么 夫君豪 虽然是君豪哥哥 应该是叶南一才对啊 欣欣妹妹 你是在找我吗 上一世因为这件事 我被立北韩误会 遭到了囚禁 害得我们隔阂加深 这一次 我怎么会重蹈覆辙 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 并且 禁止傅家人来我的宴会 还有这个女 也是 叶南一 你该害我们 云小姐 不要贼喊捉贼啊 要不要我把监控 调出来看看 刚刚有那么一瞬间 我真的以为是你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 让你有这种担心 一定是我给你的安全感不够 丽北韩 我叶南一 这辈子都不会对不起你 叶南一 有你 我何其有幸 到底是云家和傅家 这印会上的消息 是一点都没有 怎么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不用 我打算 给云家 下一点猛量 你打算 怎么做 你看这个股票 你还对股票有了解 我会的可多了 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我打算 从股票入手 给云家下个套 趁他病 要他命 行 我等着 你打算 用哪个套他们 我记忆里有一只股票 一度涨停 又瞬间跌停 最后套出了不少人 拿他来设计云家最合适 太和 知道了 我会让人不经意地 把他推荐给原封 真默契 糟了 我忘了云家 还有个超级后援 我得赶紧去截胡 这个仇 要是影响我婚后幸福 那我就得亲自动手 让我见见你们云组 求你了 让我见见他吧 白羽 果然是 上辈子云家出现经济危机后 让云家度过危机的人 只是因为他落难 所以云家略施恩惠 但这辈子 我要让云家再不可能翻身 这是你的策划书吗 可以给我看吗 看吧 反正也不值几个钱 你是来找云总的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母亲患了重病 我想把他卖了筹钱 但是投资人都看不上我的计划 算了 跟你这小姑娘说这些有什么用 看起来你比我都小 也只能听我发发牢骚了 这个项目 大概需要多少钱 至少要五百万 还不算后期研发 好 我可以帮你 姑娘 你不是逗我吧 你左右都是走投无路 为什么不肯信我一把 你说的也对 反正我也没什么好骗的 那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你回来了 这么晚不睡觉 你在看什么 我看上了一个科技项目 随便 就当是给我厉北寒的女人 买个玩具 说吧 要多少钱 我不要你的钱 这是我自己看上的 怎么 你跟我 还要分这么清楚 当然 而且我的钱也够 够 糟了 之前为了做新设计 刚高价重新定制了一批料子和配件 那什么 亲爱的李先生 要不 你还是帮帮我吧 帮你 有什么好处 钱 我是肯定不够的 不知道利总 接不接受 白云先生 合同你看一下 当初你跟我说投资项目 需要五百万 这张卡里有两千万 剩下的一千五百万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完成项目 没想到上次你说给我拉投资是真的 真想不到 你是怎么说服家里同意的 为什么不能是白云先生的项目很具有潜力呢 要不然我怎么说服家里给你投资 雪中送炭总好过锦上添花 就冲你愿意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投资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相信你 那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白云先生 我们再聊一下投资的事吧 晏一 你怎么在这 这家咖啡厅是你开的吗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你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 白云先生 我好不容易说服股东们 愿意投资四百万 我把合同带来了 原来是有人来压价呀 不好意思 云先生 我这合同已经签了 而且对方的投资金额是两千 两千万 谁呀 叶南一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投资是你搞的 还真是好生的心机啊 这项目是我投资的怎么样 你们趁白云先生走投无路 对他打压压榨到了 我路见不平 出钱相助 有问题吗 叶南一 你还真是会拿着 丽家的钱到处画 丽北寒知道你这么败家吗 啊 云峰 不会说话 就拿水洗洗你的嘴吧 我老公就是比你们有钱 我还要谢谢你们 送我的这段好音 云峰 别拿我当好欺负的 没抢到 只能怪你自己耍心机 有这时间 不如去找找新的商机吧 那我就先告辞了 白云先生 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喂 怎么样 谈好了吗 被叶南一那 结果了 应该是丽北寒看上了 丽北寒 他怎么会突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算了 既然丢了这个项目 洗脚替鱼唱那块鱼 必须给我拿下 好 我知道了 这丽总也对西郊的体育场感兴趣啊 没兴趣 我就不会在这了 丽总还真是喜欢我这个妹妹啊 一个来自贫民窟的丫头 丽总带着 不嫌丢人 云总你别说笑了 你只有一个妹妹 她不是在家呢吗 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啊 当然了 只有苍蝇 才愿意围着你们云家 而我呢 只会躲得远远的 放肆 叶南一 我 你是不是这辈子再也不想回云家了 叶 云总 别狗叫了 竞标会要开始了 随便玩 好 我们好好玩 等我云家拿下了西郊 看你们这队 有什么资格给我叫的 本次的项目是 西郊 体育场 起拍价 六千万 六千五百万 七千万 七千五百万 八千万 云总看我做什么 你不是要玩吗 来呀 云大少爷 不能再往上加码 这块地超过八千万 就没有利润了 你给我滚 你是精力 我是精力 照我说的做 我就不信他能一直加下去 云总 要不 你求求我 我就把地让给你 需要你让吗 八千五百万 九千六百万 叶南一 一亿六百万 差不多了 叶南一 我看没有利总给你撑腰 你拿什么跟我比 一亿六百万一次 一亿六百万两次 一亿六百万三次 恭喜云士集团 一亿六百万拿下西郊体育场 什么 我花了一亿六百万 买了西郊这块体育场 叶南一 先是抢了我的投资 然后又恶意和我抬价 你是不是觉得你离开云价以后就不能把你走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利总 您刚刚不是也觉得是他叶南一故意跟我抬价 您才制止他吗 告诉我 这种女人只是头发长见识的 您以后还是少带他出来丢人 我是怕一一牌子举久了手酸 与你何干 好 你给我等着 有了这块地 一亿六百万 我很快就能走 到时候 云总可别来给我哭唧唧地说 一分钱都没有赚呢 好 那就看看谁死什么事 我刚演的怎么样 老公的演技一级棒 老公 你是不是想竞标西郊体育场那块地 对啊 怎么了 你相信我吗 如果连你都不信 我有一无所有又有何区别 那竞标会 你能交给我吗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云峰 真的拿这块地 赚了超过一亿六百万的利润 你会怪我吗 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风火系诸侯 伯夫人一笑 但就云峰这么个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的货色 他没那个本事 云家就云建东一个老狐狸 我现在就特别好奇 云建东这个老狐狸 知道云峰做的事 他会怎么想 你知道 你知道这次买地花了多少钱吗 一亿六百万 我们公司现在的流动资金 只有九千万 还有你 你是怎么跟着他的 眼睁睁地看着他花了这么多钱 现在外面好多人在看我的消化 说我养了一个好儿子 云总 这也不能都怪我 我是劝过云总的 但是云总当时正在和别人抬价 我的话那是一句都没听 你给我闭嘴 那个爸 我都想过了 我们要是能早点开发那块地 虽然利润少一些 但是和买下来的钱不会差很多 而且资金方面 我听说最近有一只叫泰河的冷门股票 一直在涨 而且丈夫出人意料 我们可以把钱投一些到这只股票里边 总之 我不会让这项目亏贝的 行 我就等你 做出好的成绩 你要做不到的话 求后算账 知道了 终于来了 叶南依 这个盒子里是我送你的礼物 你拿它去做什么 今天是云欣欣的生日宴 我打算送她个生日礼物 你拿我送你的衣服做礼物 哎呀 这是纺织品 我怎么会送给别人呢 即便你 这件衣服 能不能穿在别人身上 不敢不敢 我公送的东西 我会好好珍惜的 谢谢 我先走了 姐姐 你来干什么 生日快乐呀 妹妹 叶南依 你从家里走的时候 不是说要和家里断绝关系 今天是新兴生日 你来这里做什么 当然是来给她过生日的呀 你给欣欣过生日 嘿 你马上给我滚 你资格在这 真可惜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丽北韩的女人出现在哪 需要别人来 丽 丽总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我自己能行吗 在欣赏敌人被你干掉之前 不应该给我留一个观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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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丽总今天能来新兴的生日宴 那可真是彭壁生辉啊 来 我们喝两杯 先道歉 方才是我不对 还请立付 多多包含 哎呀 丽总这变脸 真快啊 也是 谁让我的后台大呢 哥 姐姐来 会不会欺负我 谢谢 哥把你拼了 嗯 她要是想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一定会放 今天 我感谢大家 在百忙之中 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参加小女的生日party 让我们祝我 我可爱的小公主 生日快乐 伯父 这是我为欣欣准备的生日礼物 一点小东西 聊聊心意 天呐 啪啪拉抢 这可是五万分之一奇迹的蓝宝石啊 这么好好 看样子傅少啊 对这云欣欣可是真爱啊 是啊 这么想 也值得高兴 我知道你不耐烦 别急 好戏马上开始 傅少如此心意 我替小女 向您致谢了 谢谢郡恒哥哥 欣欣很喜欢 嘿哟 丽总怎么也来了 难不成两位也是来参加小女的生日的 当然了 我还特意为云小姐准备礼物了 这第一件礼物 就是日记少女的席袍 丽夫人送给妹妹一件旧衣服 是想找事吗 当然不是 我送这旗袍 还是因为云小姐喜欢 不是吗 姐姐 我知道你愿和我抢走了爸爸妈妈 可是是你自愿跟云家断绝关系的 又何必挑金人 故意来羞辱我 什么 云小姐叫她姐姐 难不成 她是云家的私生女 没想到这私生女竟敢来找麻烦 哎呀 丽总之什么眼光 竟然找了这么个玩意儿 就是 我和云家早就没有关系了 你也不用在这装客里 我送这件旗袍 是因为你当初特意为了它 接近了我老婆 云小姐不会忘了吧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接近我丽总 爸 他污蔑我 你女 你找茬何必在今日 丽总 我知道您的地位比我高 但是您认您的妻子在这找事 我云某 第一个不服 一个从贫民窟出来的女人 就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 是一身土味 你懂吗 教我做事 找死 怎么会呢 丽总 只是这没有证据的事 我们也很难办 谁说没有证据 云七七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薛黄哥哥 我看错你了 薛黄哥哥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看到那样 证据放在这里还没有货吗 你把我当傻子 从今儿起 我俩分身就此所罢 薛黄哥哥 薛黄哥哥 薛黄 薛黄你怎么走了呢 薛黄 你这个 害得云霞不安宁是不是 云夫人你误会了 我只是送了礼物 但不过云小姐好像不喜欢 那第二件礼物 就请云夫人替她收下吧 我看你到底要搞什么鬼 险子戒定 叶南叶 你是不是又要耍什么花样 还是请您夫人好好看看上面的字才说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以为一张假的DNA报告弹就能说明一切 我告诉你 你这是诡谤 云先生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您就这么着急跳出来反驳 那更重视了一些事情 云夫人 这个鉴定是关于云小姐和云先生的 您不妨仔细看看 今检测DNA相似肚酶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有血缘关系 云建东 你不是说 欣欣是我们收养的吗 你刚才的表现什么意思 这检测报告上又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说啊呀 没错 我就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我本来就是云家大书 凭什么要做明目正言不顺的养女 欣欣 你闭嘴 你胡说什么 好啊 林建东 你早就外面有女人了 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脏东西 我要杀了你 一 二 还有你 你 我 我要杀你 我要让你 二爷 我有点问题 我们回去吧 叶南医你站住 你毁了欣欣的生日夜还想离开 我告诉你 做梦 我以为云绍会感谢我 帮你证明云欣欣是你亲妹妹 再说 云绍应该没有时间 再耗在我这儿 什么意思 云绍 云绍 不好了 新疆局长那块地出问题了 什么 那块地不是刚开发吗 能出什么问题 叶南医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 喂 云绍 那块地下面被挖出了一个古墓 这五股让我们立即停留开发 什么 云绍花了一个多亿现金拍下来的地 开发不了了 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叶南医 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明明是我没和云绍竞争下来呢 哎呦云绍 不会是你们的资金链 断裂了吧 云绍资金链断裂 如果他们拿不出东西交货 不是影响我们公司运转吗 哎呀 我们公司全堵在这个市场了 行 我得赶快回去 叫他们催着云绍赶快交货 哎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那块地底下有骨 所以才要我帮忙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不知道 毕竟 这是以你我的死亡 换来的先知 你该不会是什么神算 泄露天机 折损寿命 那你以后可不许算了 我更想让你长命百岁 我要是什么神算案子 我早成世界首富了 至于长命百岁嘛 你说的没错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长命百岁 睡觉 你当初向我保证 你要用这块土地赚钱 钱啊 我真没想到 这底下是个古墓啊 古墓 古墓多值钱啊 可这钱是你的吧 你这个废物 既然没有给公司带来笑颜 你就把公司总经理这个位置给我扔出来 等等 爸 我们不是还买了泰河这只股票吗 我现在就抛售 我们可以用这只股票的上涨 来填补西郊体育场的亏空呀 对不对 爸 你先别急啊 我看一眼 跌停 怎么会跌停了 明明昨天还 果然是个废物 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这是要把我们云家王刺厉害 如果我们云家的资金链断裂 你我都得去喝西北风 喂 谁呀 董事长 楼下有位叫叶南依的小姐 指明要见你 叶南依啊 你这个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好大的火药味 我今天是来找云总的 你在狗叫什么 你 够了 坐 南依啊 欣欣的生日上 你也算出了气了 如果闹够的话 你就回来吧 只要你开口 你还是我云建东的女儿 云总变脸变得好快呀 也不知道 您是想生我这个女儿 还是想认丽北韩这个金鸽絮 叶南依你 你别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爸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坐在这儿 啊 爸愿意让你回来 就应该跪下 道歉 你别不着 你还真是云静的好儿子 你俩简直是一个母子客串 我本来是想帮云士一呗 看来没有必要 你们既然如此高高在上 那就在云关 待着 你是想帮助我们云士 当然了 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赶紧给妹妹道歉 爸 看我干什么 看你做得一屁股烂胀 南依愿意帮你 你还不满意吗 对不起 什么 对不起 什么我没听清 对不起 您不会以为 这样我就会回心转意 你还要股 我要云士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 你要云士的股份 是你美韩的主意吗 我拿了钱 总得拿回点东西 你们也可以不接受 反正缺钱的又不数 爸 你别听他的 这种肥儿 你给的他肯定烦咬你的 那你 能出多少 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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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我们云士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你真是出生牛犊啊 异想天开 换作以前 的确是异想天开 不过 现在这一个亿 可能就云士的命了 百分之四十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那就没有谈的必要了 好 那就百分之四十 这里是一个亿 合同寄到唐元就行了 我相信 云总也不敢耍花账 对吧 没想到啊 走了的这个 才更像我的女儿呀 爸 你真的要给他吗 只要过了目前这一关 才会有我们的云士 至于他手中的股权 他现在怎么拿股过去 我就让他怎么送回来 你现在把欣欣叫来 我有事吩咐他 爸 你找我 锦锦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夫君 当然喜欢 我给你三天时间 让夫君恒娶你 三天 三天怎么可能啊 至少得一个月啊 爸爸 只要给我一个月 我一定 真是废物 我养你有什么用 三天之内 你搞不定夫君恒的话 你就不用活了 听到了吗 我知道了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当初我还不如留下叶南依 又是叶南依 爸爸竟然觉得他比我好 都是因为他 一定要让他好看 喂 给我动手 你要让他死 小叶子 我有点不舒服 要去趟医院 店里你看一下吧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 不用了 走吧走吧 走 我陪你去 小心啊 谁怕你来的 竟然来暗杀我 小怪 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小心 嘿 圆圆 圣圆你醒醒圆圆 圆圆你没事吧圆圆 圆圆 你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受伤 真是一圈废物 眼睁睁看着你被刺杀 北韩 我在 依依 我在 圆圆 圆圆 替我挡刀 你放心 以后他就是我 丽北韩的恩人 你到底怎么了 欧星轩 怎么了 查出病了 圆圆出血过多 需要输血 我本来要给他输血的 但是 云剑东一直告诉我 我是A型型 也许他搞错了 欧京是A型 云剑东是AB 我怎么能是O型呢 北韩 我想要验证一件事 我要云剑东的头发 我想知道自己 到底有多传 男一 我派人检查了三遍 结果一定不会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他对我那么狠心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什么贫命构 都是骗我的 他骗了所有人 我要让云家死 至少 我要让云剑东 死无葬身之地 云家的事情 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 这么晚了 还不回屋休息 云剑东 你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 你让我好吃好喝的 供着你和你那 做生的女儿 把我的女儿 送到平民窟去 让她受苦受累 还让你的女儿欺负她 你不得好死 行吧 我告诉你 叶男一根本不是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 小红就死了 叶男一不过是我随便 从平民窟找回来的 烟丫头而已 怎么 我的女儿 死了 是的 我刚才说了 你的女儿死了 我之所以把叶男一带回来 是因为唐员那边 需要一个女儿嫁过去 你别在这儿 给我装模作样 你再跟我闹事的话 我可不介意 重新找个 云太太 云剑东 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没想到 我们也有心平气和 坐下来聊聊的一天 有话直说吧 叶男一 就凭你这态度 太不招人喜欢了 如果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指责我的话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知道了 咱们说正事吧 如果你是想把我叫回去 继续当你的女儿 那你们太晚了一步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不是你和云剑东的女儿 那你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那你叫我来做什么 云欣欣和傅君恒上床 被云家长辈撞见了 才促使两家的联姻 但是傅君恒并不知道 他是被下了药的 关我什么事 我听云欣欣说你的本事了 我希望你在他们的婚宴上 放出证据 摧毁他们的原因 可你这样 毁掉的可不止是云欣欣 没有傅氏的援手 云氏 马上就有可能破解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等你来到婚宴上 你就知道 我有多么的恨她 只要你答应我 我还有个消息 要报 那你先说 那我不一定会答应 丽明哲给云氏提供资金 但是你不知道 丽明哲是谁吧 我多去做 丽明哲就是丽北韩 通父异母的亲哥哥 丽大少愿意助云氏一臂之力 来日东山再起 云氏劫草闲还 也要报答您的恩情 你们云家和我弟弟北韩 最近交集不少啊 这段时间 让我看了一出好戏啊 李大少 有话 您不妨直说 别紧张啊 本少爷呢 给你和我合作的机会 就是为了感谢你们 让我看到了我的这个弟弟 还是有软肋的 就是 叶南依那个女人 李大少 哪里的话 如果你们需要我们云氏 帮得上忙的话 我们云氏呀 会提供全力的帮助 到时候 我的亲家 傅家 也会跟着我们云氏 站队于您 你绝不会后悔 与我合作的 咱们就提前 祝我们合作愉快 既然你将自己的敌人 推给了我 那就别怪哥哥我太狠心了 是 这的确是一个 有价值的消息 那你答应是 跟我合作了 我答应你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要整个云氏 小小年纪 胃口都不小 我只是不希望 有人再出来蹦他 可以 只要你让我在婚礼上出气 我会把整个云家给你 成交 北韩 丽明哲 好像和云家 和傅家联手了 饮料之中 他们几个联手 会不会给你添加麻烦 早知道我早点解决云家就好了 没想到他们几个人 就像烧不尽的野草一样 不会 丽明哲这个人一向自私 只要在他们关系稳固之前 毁了云家或傅家 他自己就会出身 刚好 这是最好的时机 怎么 再找云欣欣下药的证据 对 不过 我没想到 于婧能够那么痛快地答应 把云氏集团给我 看了这些 你就明白了 看来 还是我低估了云剑洞 云家人真是一脉相承的很多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老公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就只是口头血吗 存着 一会儿 一并清算 我先去洗澡了 小东西 胆子越来越大了 明天呀 你就要嫁给傅君恒了 婚礼变成 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可是我怕傅君恒发现 他能发现什么 等婚礼结束后 一切已成定局 他就是后悔了 也无法跳下云家这条船 姐姐那么恨我 我担心明天婚礼 他会不会有问题 你放心吧 我早就安排好了 他没有机会搞什么动作 站住 今天里面可是傅云两家的婚宴 里面人吩咐了 叫夜男一的女人 不能进去 赶紧滚 云建东这个老东西 真是老坚决了 求 给谁发小子 今天 你就是叫再多帮手 也是一样 进不去 不用多 一个就够 一个人 还不够揍子 是谁 这么大的口气 要打我 对不起夫人 我是在跟这个 叫夜男一的女人说话 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哦 是这样 夜男一 可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什么意思 是我油焰不示泰山 请两位原谅 对不起 你们进 看来傅君衡 还不知道真相 但好像也不是 很情愿吗 活该 我现在很期待 傅君衡知道 这一切都是云家的设计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有请我们的新娘登场 君衡啊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女婿了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 你得好好待她 不然呀 我会找你算账的 不会的 我会好好对信心的 直到她死为止 我要让你给我女儿陪葬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闭嘴 你就不是我女儿 你是 各位不好意思 我媳妇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正要让人带她下去休息 云剑东 你就这么着急 把你同床共枕的霸气赶走 是不是怕什么丑事败露啊 叶南医 你什么意思 你已经不是我们云家的人了 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 这里是云家和傅家的婚宴 你给我滚出去 云总慎言 云剑东 一个 和外面不知道哪一个小子 做生的小子 竟然抱回了让我养 这不是个东西 就是一个不惜害 你要疯 你不要在这疯了 于静就算是疯了 他也是被你疯了 你靠着于静娘家 给你铺好的路 才走到今天成为优秀企业家 却在于静怀孕期间 出轨 和小三生了这个云欣欣 把于静的孩子 送到瓶银窟弄死 把小三的孩子抱来让他养 云剑东 你的所作所为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叶南医 你为什么非要来破坏我的婚礼 这些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我才是云家真正的大小姐 你敢打我 我可是云家唯一的大小姐 你敢勾引男人 给他下药 逼他娶你 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什么意思 傅君恒 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你就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喝多 又那么恰巧地和云欣欣躺在同一张床上 又那么巧地被云家捉肩在床 不得不娶她 云队 君哥哥 你不要听他下说 一定是嫉妒的 我想要嫁给你 叶南医 我知道你一直对欣欣不满 但是在我们婚宴上闹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云欣欣喜欢你 因为你们两个一样没脑子 聪明不堪 叶南医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告诉你 我不是公众人物 你要再敢勾名 我设你身败名裂 谁说我没有证据了 我已经提前把视频 发到在座宾客的手机里 请大家好好欣赏 请大家好好欣赏 欣赏 君哥哥 没想到云欣欣看着青春 被地里居然这么饥渴 居然给自己男人还想要 傅家少爷怕是被蒙在鼓里了 好啊 你们云家用这种方式逼迫我去云欣欣欣 既然如此 我偏不让你们如愿 婚礼取消 从今天开始 你们云家与我父家 再无瓜葛 君哥哥 你为什么要救我 他妈救我 蠢货 每人睡了都留不住人 与你见过 你敢 你不得好死 真是一出好戏 太好了 行 我知道了 他云剑东就是个废物 他马上就要和傅家联姻了 他还能被一个区区的女人破坏 我倒要看看我那个好弟弟 是真正爱这个叶南一呢 还是逢场作戏 你告诉人剑东 想要和我合作 他就得拿出点诚意来 你还真来啊 你跟我那么久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去 余夫人 我手里的股份已经给你手下的人了 余夫人果然信守成了 你现在和丽北韩在一起吗 没有 余夫人找丽总还有什么事吗 看在我们合作一场的份上 我好心提醒你 最近不要离开丽北韩身边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样 找到夫人了吗 抱歉李总 我已经出了所有的保镖去找了 废 真是一群废 怪我大意 我没想到有人敢在历史的地盘上绑架夫人 够了 现在将功补过的机会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到她 如果找不到 你就等她去喂食鱼吧 是 李总 等一下 我也去 这是哪儿 我是被绑架了 余婧 余婧让我别离开丽北韩 她是在提醒我 她知道内情 难道是吗 是你吗 宇峰 叶南医 你果然聪明 怪不得星星玩不过你 你说 李明哲这个卑鄙小人 他要求我们绑架叶南医来威胁李北韩 他倒是打了一手好算吧 这要是失败了 李北还得怒火我们来承担 他还是他的利家大少爷 没办法 附家内存关系 我们高盘不上 我们只有放手一搏 李明哲想要利用我们牵制李北韩 我们可以趁机打捞一把 您的意思是 我看那个李北韩 是不是真爱我那便宜的女儿 如果是真爱的话 十个亿换回真爱的一条命 倒是挺划算的 那欣欣呢 欣欣怎么办 欣欣没有办好我交给她的事 但是 她毕竟是我的女儿 是你的妹妹 我打算把她送到国外去 在那儿给她找一个女儿 她在那儿 安心地度过一辈子 爸 把事情办好 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 你妹妹的今天 就是你的明天 明白吗 知道了 父亲 看来 云欣欣已经是一枚弃子了 都是因为你 欣欣才会被送到国外 云家跟傅家的合作才会失败 你这个不要脸的 连欣欣一根脚尸头都比不上 云欣欣 云欣欣 她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股 你这么护着她 我 你不会喜欢她吧 她可是你的亲生妹妹啊 你给我把嘴闭上 等等 我有交易要跟你谈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交易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不想救云欣欣欣了吗 说 你就不怕云剑东那个老狐狸 把她送到国外那个手里吗 不可能 欣欣毕竟是爸的血脉 血脉 云剑东要是讲血脉的话 他会亲手杀死 自己和于婧的孩子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爸做的 说不定他是饿死 是冻死的 云峰 你说这话你自己相信吗 云剑东 云剑东的什么作派 你最清楚 他的亲人 只留有用的 没用的 他会一概扔掉 毫不留情 云峰 你心里应该也有顾虑吧 要不然已经过了这么久 你怎么还不让我给立北寒打电话 叶南一 给我把嘴闭上 你别以为你说一些挑拨离剑的话 我就把你放 告诉我 你在这给我好好的等着你男人过来救我 他要是拿不出来钱 我就把你弄死 正好 就当给欣欣撒气了 老公救我 南一 立北寒 你老婆现在在我手上 明天我把位置发给你 要么提前准备好实意 要么就给叶南一备好官 李总 经过我们对云峰手机信号的监测 基本上可以决定 夫人的位置就在这个区域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这些立老爷子 这个立大少的产业区 立大少有一半的管理权 恐怕这次的绑架 不只有云家 李总 您真的要去赴约吗 不如我直接拿着钱去和云家交易 当然 只能是我去 不管背后的人是云建东还是立明哲 他们想要的 都是我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你猜你男人会不会救 立北寒一定会来 相信他 你还真是深情啊 立北寒要是有你一半的情就好了 今天你就能知道 你这个联姻的妻子 在他那值不值十个云 拿着钱到这个位置 否则我不能保证 叶南依能活着借 云峰发的这个位置 和我们定位的位置完全不同 这不是立大少的位置 少爷这是要带他去哪儿 立北寒已经知道人在我手上 他手底下的奇能意识不少 所以我带他换过来 可是这里不是已经 你是少爷还是我是少爷 啊 这事我爸也知道 要不你去问他呀 不敢 新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刚来没几天 刚刚冒犯了少爷 还请少爷原谅 我 这个位置 是西郊的一处废弃多年的工厂 不属于任何公司或市里 立大少要是想在这儿给您设圈套 完全没必要 而且云建东的老谋深算 他也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和我做交易 那云峰这是 看来 这些人不管是想要我的钱 还是我的命 都是各自心怀鬼 没想到立少对叶南依还真是真爱 确然改一个人了 你怎么就拿这么来钱 实意太多提不下 况且 云少竟然都背叛了你的父亲 应该也不在意我有没有这十一把 你怎么 云家现在虽然快不行了 但 总归是受死的骆驼笔马呢 不至于连块地盘里 你让我来这里 不就是想避开云建东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叶南依 还真是了解你 偷听的人已经走了 看来你还蛮机灵的 要是被我爸发现 别说合作 咱俩都对吧 说吧 你想怎么做 云建东 让你要多少钱 十亿 十个亿 他还真敢要啊 我确实没有这么多钱 那你跟我谈什么合作 我给你一个亿 你拿着钱带着云欣欣草 去哪都行 我保证 我和丽北海 不会再去找你们 一个亿 要是我拿你威胁丽北海 我也能够 云峰 你拿到再多的钱 到了云建东手里 都是给云氏集团填窟窿 你能分到一分钱吗 我是云家大少爷 云家未来还不都是 真的吗 云峰 云建东什么做法 你最清楚不够了 他今天能把你推到最前面 说明他已经做好了 让你随时牺牲的准备 况且 他有云欣欣这个私生女 说不准外面 还有一两个私生子 等着随时上位 说吧 你想怎么办 这里到处都是云建东的 想办法把我带出去 到时候 丽北韩自然会给你想要的东西 我要你给我准备一个夜 还有一栋国外的别墅 送我和云欣欣过去 可以 我老婆呢 夜南依旧在里面 不过我要先见到东西 你才能见得 这里是一个云 云欣欣我会让人接到别墅 你直接去那里和他会合 怎么 不敢拿吗 过了今天 云建东肯定不会放过我 你会吧 当然 就放了云南依 这可不行 我要是放了他 你出尔反而怎么办 不过我可以让你先见见他 丽北韩你够无耻 你明明已经叫走夜南依 你还给我装什么主 我早该知道你不可信 你什么意思 夜南依不见了 你没有出手 我明明把他绑在 云南依 你的警惕心未免也太低了 一路上被人跟着也没有发现 你不是我爸的人 你到底是谁 他应该是立明哲的人 说 傲气子弄哪去了 和聪明的人沟通就是简单 李绍果然和云嘉这个蠢货大不相 说 云建东肯定让他儿子绑架了夜南依 但他们好像 向见夜南依向立北还要钱 怎么办啊 老板 难道 这要等云嘉把钱拿到了就放人吗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云嘉陌生 你这样 你随时给我监测着云峰的动向 但凡他搞出什么小动作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明白老板 这次啊 我一定要让丽北寒 有去无回 就这样 敢背着我们老板高兴 该死 无关紧要的人已经解决掉了 接下来的事 就请你和我老板聚结 北海 依依 看来 这个姓业的女的 果然是你的软肋 立北寒 你聪明一世 想不到 今天会不会来给女的 栽到我手里吧 你要怎样才能放过她 怎么样啊 你这样 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几个醒 我就考虑考虑 呸 臭不要脸 立北寒 你要是敢给她跪下 我就跟你离婚 也难以 你不要听这狗放的屁 她那么恨你 我是你的女人 她怎么可能让我活着 你要是听她的话 她就能放了我 那母猪都会上树了 李明哲 你干什么 拿开你的脏手 你聪明大小鸟 长得也不错 性子呢 也特别 那你说 我要是当着她的面 要呢 这样她以后 跟 李明哲 你找我死 你 你 他妈的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要让你 陪他一块 明哲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保护不了 很痛苦 不过你别急 这才刚刚开始 意思 其实我有时候也挺好奇的 要是真面临死 你是选择和这个女人 一块死啊 还是像个懦夫一样 撇下她自己跑 不过李明哲 你就是选择逃亡 我也会杀 陆明 一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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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有啥有果 出我来 放开我亲子 北韩 你别求他 就算我今天死在这 我也不需要你像这样的人低头 哎呀 真的是夫妻情深啊 行 那我就送你们去地下团聚 有明 大少 好了 李明哲 你说 我现在如果把这个东西丢上去 那个星夜的小妞 会不会吓得直接哭出来啊 你怎么 除非你贵司在我面前 我会给你流两滴眼泪 哈哈哈哈 好弟弟 来 告诉我 选好了吗 招数用尽了 这话是意思 叶南一 别害怕 当初在平民窟里 那些恶狗我都不怕 是你怕吧 没事 如果我们到了地底下 换我照着你 哎呀 这就是你的选择咯 我那个心狠手辣的弟弟趴哪儿去了 行 那我就成全你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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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屯居然没事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打我的女人 点火 入名点火 李明哲 我失落这么多年 就让你轻离这么一次 也够了 李明哀 我之前一直是鬼迷心枪 我和你毕竟是兄弟对吧 你饶过我这次好不好 你放屁 你当初要杀了我们的时候 你考虑过他是你弟弟了吗 依依 你怎么样 他有没有打你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我没事 依依 你怎么了 依依 头晕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 想知道吗 来 求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 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就告诉你 李明哀 我不许你求他 林管家 马上把夫人带回去 找最好的医生 是 我不走 要走我们一起走 我不会丢下你的 依依 你先回去 我拿到九尤就来救你 快走 夫人 妹子 我把酒交出来 我打死你了 你不敢的 你打死我 你老婆也得死 没关系 我老婆死了 我会下去陪她 但在这之前 你要给她陪葬 是吗 不要 夫人 林管家 丽北韩呢 他人呢 夫人 丽总 丽总她 她怎么了 夫人 您刚刚解读 不能激动啊 林管家 您跟我说实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先走 是 夫人 那天我带您走之后 马上就派人去接印丽总 可是 还没等到我们的人 当废弃工厂 那里 那里就发生了爆炸 爆炸 等火石扑灭后 我们在废弃工厂 发现了一具尸体 边上 边上是没见到 不可能 夫人 不可能 请您解爱 解什么爱 你们还说过 他会回来找我 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夫人 您现在很虚弱 要不要 先吃点东西 李明哲 和云家那些人怎么样了 厉大少也失踪了 至于云家 不知道云建东 是否知道云峰的死寻 不知道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发发慈悲 让他知道知道 是 夫人 我现在就派人去送信 找不到李明哲 那我就从云家动手 爱了北韩的人 我会让你们一个一个 都付出代价 嗯 蠢货 真是蠢货 云峰这个吃里啪味的 死了也是活该 确实活该 不过 他是 你说清爹又是什么了 你发什么疯 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看你救出来的好儿子 竟然背着我和李明哲 暗中交易 这个 也配 这个消息 竟然是夜南一派人告诉我的 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就把人放了 愚蠢 云建东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骗我 我的儿子 那是我的儿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 云峰也是你和外媒 小姐 所生的 你快看看 这上面写的什么 上次 云星星生日宴后 我就拿着云峰的头发 和我的头发 去做DNA检测 你好好看看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上面写的什么 云建东 我二十岁 刚到结婚的年龄 就嫁给你了 我以为你很爱我 可结果呢 到头来 我给你养了二十几年的孩子 全都是你外面小三的 你不在乎 你既然毁了我的一切 那好 我也要把你所有的东西 都毁得一干二净 你做了什么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除了你眼里的云氏集团 你什么都不在乎 你的女儿你也不在乎 云星星你也不在乎 那好 我只有把我百分之一的云氏股权 卖给了白云科技有限公司了 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把云氏集团百分之一的股份 卖给了叶南一 那他就是云氏最大的股东 以后集团就不幸云了 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已经把我们的股份 转让协议签约了 你要是想要回来 你去问叶南一吧 你 夫人 之前云庆找过白云 把他手中百分之一的云氏集团的股份 卖给了他 好 现在就万事俱备了 夫人的意思是 你觉得云氏集团怎么样 云氏集团虽然资金链出现问题 但毕竟曾经是个大企业 要是资金链的问题解决了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那就好 这样给北韩收回来 也不算亏 夫人要收购云氏 可是云建东 老金巨虎 他就算是再缺钱 也不可把多年的几页 拢手上人吧 明天 你跟我去一趟民事 你就知道了 是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你未来的老板 你 您是云小姐 您等一下啊 我请示一下我们林队长 林队林队 这里有一个女士自称 云小姐 收到收到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刚刚已经请示过了 你不是我们云家的人 你知道私传别人公司 是什么后果吗 我要告你 窃取别人公司机密 云建东在哪 你 你竟敢直呼我们云总的大名 云总现在在开股东大会 难道还想硬闯不行 那我今天非要闯一闯 怎么开股东大会 不通知我这个最大的股东 确实没有通知你 你也不是云市最大的股东呢 别难意 如果你早来一点的话 云市恐怕真要改姓 可惜啊 耿武都 你还嫩了一点 云总 你这么着急把我们叫过来 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是啊云总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抱歉各位 云市 恐怕很快就要改姓了 云总 你把云市卖了 那我们手上的股份 真是对不起啊 都是我 家教无方 让我的妻子 和叶南一勾结 弄走了云市41%的股份 现在云市 你们把你们手中的股份 都卖给叶南一把 卖掉了 也许你们还能拿点钱 不过呀 这个丫头虽然年龄小 但心思歹毒的很 你们和她交易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 你的人凭我们最清楚 是啊云总 让我们去跟一个小丫头做交易 还不如把股份卖给您呢 是啊云总 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手上的股份 都卖给你 那你不就还是我们云市最大的股东吗 那个小丫头再也能蹦大 她也翻不了身啊 我手上呀 只有31%的股份啊 要是加上你们的话 确定可以 可是 我这笔钱 实在真是拿不出 没事 先说着 云总 你的任凭我们还不相信吗 那云某 就在这 谢过各位了 叶南一 你看看 这是什么 叶南一 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不是啊 云建东现在拥有你的事 分之四十五的股份 别难意 一个从贫命哭出来的丫头 也配做云市的总裁 笑什么 我笑你啊 要倒大霉 你还是调整好心态 迎接你的牢狱生活吧 你发什么疯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马上就等 叶南一 别在这儿给我故弄玄虚 云市 还轮不到你在这儿撒野 你们 你们抓索人了 放开 放开 我可是云市的总裁 有人举报你 涉嫌能用公款一个亿 请帮我们走一趟 这 这 叶南一 丁管家 戏也看完了 走吧 南云市这边 那就让丽市的人来接手吧 夫人 您不打算自己做总裁吗 家里有一个总裁 不够吗 明白 夫人 要不要我送送你 不用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开车回去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是 好 丽北韩 我已经把云市送给丽市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 怎么不回来 夸夸我 没有你陪着我复仇 我都不觉得快乐 你不出发 我太好了 没有我 你不要 你不说 我太好了 就在那 你不让我 你到底在那 你不想看 叶南英去死吧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没事 我买的明明是硫酸 夫人 夫人您怎么样 是他 夫人 前几日 首相那家化工店 有一个人没有购买证 就要购买硫酸 丽总说 收他钱 但给他假硫酸 就是他 什么 骗我 丽比海他骗了我 叶南英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幸运 凭什么 你是一个连父母 都没有的野孩子 是因为你 才会失去一线 还要被云剑冬送到国外 这个 我 你们云家还真是一脉相承 因婚无散 刚解决完云剑冬 你又来送人头了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不是想留在国内吗 好 我承训你 什么意思 你会那么好心放过我 我送你去跟云剑冬团聚啊 云剑冬一个人 后半辈子在牢里 很孤独的 卿云 我 我不要坐牢 怀年星 我不要坐牢 你不会比云剑冬关的 就 他在贪污巨款的时候 应该已经做好了 在牢里度过下半辈子的 等你出来的时候 才是你痛苦的开始 你在里面最起码能混口吃 我不 我不要出来 可却不一定 我 我 我不要 我不要 放开我 李北汗 你又保护我一次 小椰子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日记少女的老板了 这段日子你没来店里 店里的销售额降了不少 对不起 渊源 我最近真的没心情去店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不太好 你在哪 要我过去陪你吗 今天太晚了 明天吧 明天 你好好陪陪我 明天 可是明天我 渊源 我最亲的人只有你 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我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好 就明天 明天 我好好陪你 谢谢你渊源 还好有你在 你是谁 你要钱吗 我都给你 你就是叶南一的朋友出院吗 你什么人 你要干什么 你的好朋友没告诉你 她的老公是谁 你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叶南一没告诉你 她老公是力士集团的立北河吗 她自己嫁了个有钱人 还让你兴兴股股的股摊变 看来她也没把你当真 哎 血口喷人 小燕子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别给脸 不要脸 我知道你 现在你和孩子的想法都在我手里 只要你不按我说的 你 一时两命吧 我倒要看看 是叶南一 还是你和你的孩子对你更重点 我答应你 只要你乖乖按照我们说的 我们最后会放你 立大少 叶南一把餐厅位置发过来了 怎么感觉你心不在焉的 我没事 就是没什么胃口 是不舒服吗 我去给你拿药 不用 你陪着我 我就很开心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认识的叶南一 从来不会被任何困难打倒 这次 我好像真的被打倒了 圆圆 这辈子 丽北还是我第一个这么喜欢的人 也是最后一个 可是她现在 却下落过你 怎么会这样啊 丽明哲把我绑架以后 她来救我 可没想到现在我好好的 她去 那个 小叶子 你要是没什么胃口的话 要不咱走吧 你先回去吧 林管家一会儿来接我 可是小叶子 我有话要跟你说 要不 我们回店里吧 那 走吧 圆圆 你要跟我说什么事 小叶子 如果你信任的人 恶不得已做了背叛你的事 你会原谅他们 我最信任的人 就是你和丽北韩 你们两个怎么可能会背叛我 圆圆 你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 你不会是发现 丽北韩在外面出轨了吧 这种事你直接告诉我呀 等他回来 我就把他的第三条 队开车 不是的 小叶子 小叶子 你宁愿怀疑你的老公 都不怀疑我 是我对不起你 小叶子 你听我说 是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林明哲找上我了 他让我把你交出去 只要这样 他才能放过我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孩子 你怀孕了 上次你被刺杀 我因为中刀入冤 差点流产 还好保住了孩子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刚发现了你的身世 你有太多事情要处理 我不忍心 用我的事情烦你 但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最亲的人 你这种事 一定要告诉我的呀 小叶子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赶紧跑呀 顺利明哲 淑月 你疯了 我让你把他带到 我都盗了你了 圆圆 交给我 小叶子 你别去 你这个女人 挺有种啊 有种才配做 丽北韩的女人 丽北韩已经死了 既然你这么爱她 那我就成全你 我让你们去地狱 做个鬼鸳鸭 不可能 丽北韩怎么可能死呢 叶小叶 丽北韩是我亲手 小叶丢在活场里 你觉得她还有可能 好 有别了 蠢女人 小叶子 丽北韩 啊 闺女人 夫人 丽胜 我们先撤 丽 uses 小叶子 对不起 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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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omfortable 我爷爷你不能死 爷爷 林管家 在 夫人 提前布置 李明哲的命 我要定了 厉大圣 您怎么来了 厉总今天不在公司 我当然知道 厉北还不在公司 他不仅今天不在 他以后也不回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 罗明 大少 你怎么来了 这是厉总的办公室 怎么还有个 碍眼的东西在这儿 来 太过浓走 李明哲 这么着急 你还没成为 厉氏的总裁 就在厉氏集团撒影 叶南义 你昨天晚上命大 把你逃了 你今天又迫不及待的 往我枪口上撞 你就这么着急想死 就算厉北韩 暂时不在 厉氏集团也应该由我这个妻子来赞 你 叶南义 你不会真以为你弄到一个小小的云甲 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吗 我告诉你 没有厉北韩 你屁头不是 我拿去 厉氏集团的股份你不想要了吗 你怎么会有厉氏集团的股份 厉北韩得罪人比较多 所以他怕哪天出意外 我没有了依靠 转让给了我一半的股份 我那个傻弟弟 对你还真是一片痴心 可惜啊 遇到你这种薄情寡义的 只能说他是真心错误 彼此彼此嘛 你不就欣赏这样的我吗 你别说啊 你这个姿色还真是不错的 可惜啊 被我那个废物弟弟已经玩过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二手货 不然 我还真想尝尝 你这种女人是什么姿务 厉大少说笑了 我们还是先谈谈股份转让的事 你怎么这么主动要给我股份啊 你是想拖延时间吧 独明 把他拿进去 你不想要股份吗 我杀了你 你的股份自然是我的 不光是你手里的股份 整个历史 我都会收入你 谁来 我就杀死了 李明成 你就是个疯子 你真是不会有人幸福你的 今天啊 我就让丽北寒的亡魂看看 我最爱的你 是怎么死在我手里的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丽北寒 你要是再晚来一点 你就要给我收拾了 夫人 二少已经回来了 不好意思夫人 在路上处理了一些 李明成的杂碎 耽误了一点时间 陆平 上 李明成 你知道你为什么 一次又一次的败给我 因为你不仅是一个蠢 还是一个骄傲自大的蠢 你这副样子 一干调戏我的夫人 你说 我要是这一枪打下去 你的腿还会呢 李北寒 咱们毕竟是清潮点 对不对 我叫做 李北寒 我要是 依依 我没有失约 我回来了 北寒 那天在飞机 Ming 你 ta 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 你没事为什么不回来 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把伤阳号马上就回来了 还请夫人饶命 都怪你 我要带你去个地方 北韩 你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 夫人做什么 都是对的 嘴贫 这里是我们上辈子的街区 上辈子 这回你知道了吧 就是这样 我就是个傻瓜 直到你为我殉情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你 不 我才是那个傻瓜 居然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被那群臭臭害死 你 相信我说的 我更想不相信 我不希望你曾经度过那样悲惨的一生 一个人被丢在这寂静清冷的山林 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可是现在 我觉得只要你陪着我 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可是我觉得还不够 我们身边应该有两三个小孩 围着我们跑 我们白发苍苍地坐在这里 吃烧烤 才是最好 喂 森林你可不能吃烧烤 谢谢你 谢谢你回到我身边 也谢谢你 陪我一起改变了结局 往后余生 哪怕生死 也不能将我们分离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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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